大家好,鱼身上有四个地方,毒素最多 不要随便吃了,是卖鱼老板告诉我的 一起来留学一下吧 第一个部位就是鱼身上的粘液 清理鱼的时候一定要用刀把表面的粘液刮干净 这层粘液上面附着着很多的脏东西 如果光用清水清洗,是不干净的 一定要用刀去刮,这样才能刮干净 可以看到刀刃上附着着很多的黑色粘液 下次清理鱼的时候一定要用刀刮干净 第二个部位就是鱼的眼睛 这个是不能吃的 因为寄生虫和很多细菌容易滋生在鱼的眼睛部位 吃多了对身体没有任何益处,反而会滋生细菌 所以我们尽量不要吃了 接着旁边这个鱼脑部位也不要多吃 因为鱼头里面储存了大量的正金属物质 特别是水质散或者是污染比较严重的水源 第三个部位就是鱼的内脏 这里很容易产生细菌 鱼肚里面的毒素最多的部位就在这个鱼蛋内 这个清理的时候一定要把它去掉 如果误食了很容易中毒 第四个部位就是鱼身上的鱼鳍鱼尾 这两个部位也很容易固着细菌和杂质 而且吃到嘴巴里很容易误伤到喉咙 在清理鱼的时候一定要把它们都剪掉 接下来再给大家分享一下 如何修剪鱼 把这些鱼鳍全部剪掉 鱼尾再进行修剪一下就可以了 以上就是关于清理鱼的小知识 你学会了吗 跟着大叔学做菜让家人开心过好每一天 我们下期再见 继续 乐 bon